大家好,这里是无心简陋 前两天刷视频 看到了一个电视剧 里面有古董相关的剧情 里面的剧情非常非常雷人 大家看一下 奶奶,这家里就您一个人住啊 我儿子外出打工去了 要很久才回来一次 来,快看看 这东西啊 是我年轻的时候 要来做嫁妆的 这是您的嫁妆 奶奶,这东西这么贵重 那您还是自己留着罢了 不留了不留了 这过了今天没明天的 奶奶 那您说 这几个铜钱 您卖多少钱啊 我哪知道能卖多少钱呀 一共是八个 就按五块钱一个 我给您四十块钱吧 多了多了 用不了这么多 那么多 我给您 五十 拿着 我找不开 找不开 我,我这儿也没零的 奶奶,要不然这样吧 就那十块钱 你把那猫碗给我得了 爷爷 你的心意我领了 这钱啊 我真的不能要 抗药 糖袋 妙宰妙宰 爷爷 这可是您养老的钱 快收好了 这点钱啊 还不够买这个碗子呢 真的吗 可是在我的眼里 这只碗 就是一只喂猫的碗 这样 在寻常人手里嘛 它是一个普通的喂猫碗 一文不值 可是在喜欢人的手里啊 那就非同 是价值连城 真的 我考究了很久 终于弄明白了 这碗嘛 是四川古瓦窑的 明清的出品 你看 有人体味道 是属于 原青花的极品 算一算吧 大概有七百年 真的 我看看 我可得小心 七百年啊 这么珍贵 可是爷爷 我怎么 看来看去 我觉得 它还是一只喂猫的碗 大 这钱你拿去 我们知道电视剧 就是看一乐很 不能当真 但是短短三分钟的剧情 出现了六次错误 可见这个编剧 对这个历史和收藏 一点都不了解 这样对 不懂历史和收藏的观众 会让他们陷入了很大的误区 我们盘点一下这六处错误 盘点一 唐代抗窑 抗窑 唐代 哟 妙哉 首先说一下 这个字它不念抗 这个字念穷 穷窑 穷窑始烧于南北朝 帅败于宋城 这个窑口以清幼 和彩绘瓷为主 从来没有烧造过清花瓷 盘点二 盘碗不分 这点钱啊 还不够买这个碗子了 我相信这个盘子和碗 细形的区别 一个小学生也能分辨得出来 何况是一个古董鉴定专家 盘点三 价值连城 可是在喜欢人的手里啊 那就非同 是价值连城 真的 很多人都认为 只要是老的就值钱 这个就是一个误区 这个盘子只是一个清代 行业内讲 叫民谣老谱 就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全品的话 人民币也不会高于200块钱 如果下乡收获的话 一直可能二三十块钱吧 数量非常巨大 盘点四 古瓦阳明清出品 我考究了很久 终于弄明白了 这碗嘛 是四川古瓦窑的 明清的出品 这块盘子 剧中的专家 一会说是什么四川熊窑的 一会说什么四川古瓦窑 其实这块盘子 就是景德镇的清花词 也不是什么明清出品 就是清代的 盘点五 掩体 你看 有人体味道 这个掩体是什么呢 盘体就是唐代书法家颜真清 创作的一种字体 这和我们清花词 没有半点关系 盘点六 原清花 哦 你是属于 原清花的极品 原清花是原代的清花词 数量非常稀少 是古玩圈的顶级收藏品 动辄过亿 而这种数量庞大的民谣老仆 与原清花就是天差地别 即使几万块这样的盘子 也换不来一个原清花 今天给大家吐槽了一下这个编剧的脑洞 演员都是好演员 其他剧情也没问题 我看了好多 关于这个情节的评论和弹幕 有很多人真认为这是原清花 也有人真认为它是唐代的 电视剧虽然没有那么多要求 但是绝对不能误导观众 所以我做了本期节目 好了本期五星简陋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